但這樣還是可以看到我眼睛嗎 看不看到 你為什麼怕大家看到你眼睛 下地啊 今天是我們巨師製造端的一個徹館特別企劃 叫做私下療 那私下療我們今天邀請的兩位來賓 一位是王寧 一位是邱志華 那等一下我們會聊一聊 就是兩位就是在跟私我們的一個整個淵源 對 其實兩位都是很熟的朋友 但我不太想要介紹他們 由他們來自我介紹 嘆氣什麼啊 自我介紹 我不曉得先 想要先從就是 有鏡頭恐懼症的邱志華開始 完了 笑會大聲 糟糕 糟糕 你可以先幫我們自我介紹一下你是誰你在做什麼嗎 唉唷 我要看他讓他讓他那個 我要看鏡頭嗎 可以啊 還是不要看鏡頭 都可以都可以 這個很適合剪成花絮 所以先讓我來啊 應該先讓 欸這段剪掉從他開始啊 沒有要剪 這有不得的你來指揮 唉唷 好啦好啦那不然王寧先生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寧 我是舞者編舞舞蹈創作者 獨立藝術家 然後還有什麼 美女 可以可以 突然嘴軟 突然嘴軟講不出來 邱叫給你 我是邱志華啦 聲音可以大聲一點嗎 可以 我是邱志華影像工作者 主要從事視覺藝術創作 嗯 然後使用影像做為美財這樣 哦使用影像做為美財 對對對 然後近年就跟 不少 舞者跟編舞合作這樣 那為什麼 近年跟不少舞者合作 對啊一開始喜歡看舞蹈的演出嘛 嗯 然後後來慢慢慢慢覺得好像 自己的角色可以做為 某種創作或合作的一部分 所以就嘗試著 用影像介入 然後跟不同人合作看看 所以有一點就是 你看不下去 現在大家就是做影像紀錄的 大家拍舞者拍不好 所以你要自己拍 我覺得大家都太平庸了 就是大家沒有跟著身體 這樣一起動 沒有我覺得大家做得很好 所以我才想要跟著前人的步伐 哦 前人例如 只要可以把他踢上去 就大家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也想跟著大家 把自己變得很好 我們等一下來回來 就是他有在做一系列的活動 跟往內一起合作 叫做成為影迷之前 迷影迷影 迷影之前 對不起 成為迷影之前 這一系列的活動 那他跟你在影像還有舞蹈 其實之間是有一些連連結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討論這題這樣子 對那大家應該也會覺得很特別 就是為什麼是王寧跟邱志華 就是兩位其實都跟司 有一些合作關係 那王寧可能更深入一些些啦 就是有一種 算是跟國際展開的一個 一個活動事件 是在這邊開始的對不對 我就是很努力 就是為了要拍幾個影片嘛 就在那邊用我那個謹慎的 腦力的那樣子用力的回響 我記得我好像最一開始來司 然後在這邊有活動 就不是來看演出 是19年來audition那個 梅田鴻鳴的 movers platform 的計畫 對但那時候 我要講不懂嗎 反正就是司 來 那時候還不是司承辦 但我們就是來 司是 好我來科普一下 那時候的主辦單位 是國藝會的Art Wave平台 主要是一個國際平台 然後去跟一些國際事件 或是表演藝術展會去做連結 那那時候主要的 呃承辦單位 是身體氣象館 那身體氣象館 就有找我 以及另外一位獨立製作人黃文 還有其他不同的人 一起來跟 梅田鴻鳴這個 movers platform 合作 嗯 對那時候第一階段 先在台灣進行 呃舞者的征選公開招募 那地點就是發生在司劇場 這個地方 對那時候王寧就是其中一位 來征選的舞者 沒錯 灰頭土臉的 然後也沒有很認識 只有見過面 但也沒有很認識你 我們有見過面嗎 有就是第一年在T-PAM YPAM 那時候叫T-PAM 對就是日本的一個表演藝術展會 對他那時候 以一個獨立舞蹈工作者 或是藝術家的身份 在T-PAM 日本橫濱的街頭 每天晃來晃去這樣子 然後去看節目 然後是透過李明成的介紹 才說有王寧這位舞者 對 對 然後第二年剛好辦 R-Wave那個 movers platform 對然後你就來征選 我就來audition 然後後來就也很幸運的 就是開啟了這個 國際的連結 就是參與每天的這個計畫 然後就開始在 自己屆屍的場地排練 然後 我記得那時候蠻多時間 就是都是我自己 然後來 然後這邊 所以你說像其他舞者 余萬倫他們都不認真 都沒有來 沒有因為我們是分開的 我們都是獨立的工作者 每個人都用自己的 時間空間 去耕耘自己的身體 余萬倫你在國外看到 不要難過我們 沒有這事 都他 那是我 那個計畫是 梅田跟每一個舞者單獨工作 所以讓大家自己 透過自己的身體 跟他去做 對話這樣子 然後包括你怎麼練 簡報 對 Oh my God 那時候還有 人生第一次的 就是 用英文的自我介紹 對在一個國際展會的 這個場合場域裡面 那再微科組一下 就是因為參加人動者平台 那時候 Rweb平台的時候 我跟黃文啊 還有力群 就身體跡象館 聊力群我們這邊就 都會鼓勵參與這些 國際展會的藝術家 或創作者 可以在一些座談裡面 就是怎麼去展現自己 或是表達自己的創作實踐 所以我們就也有安排一些座談 就是讓他們可以 在國際的場合上跟大家說說話 練習表達自己 那你那時候怎麼練習 哇 很精彩喔 好糾結 怎麼練習 我怎麼練習 你要我把recall回來嗎 我現在也想不起來 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開始會想要 應該說我們開始有更深入一點的合作 我覺得跟這個契機是有關係的 因為那時候我滿印象深刻是要做 每一個舞者都有自我的介紹 自我介紹 然後PPT 然後呢 這位女孩呢 她就有一天好像很焦慮 就說我可以來練一下簡報嗎 但是我不太知道怎麼講 那我可以來撕嗎 你跟黃文可以來幫我們聽聽看嗎 好像好像 然後就在那師的這個投影幕面前 然後開始自我介紹 然後講簡報啊 就是練習 對練習 對 開那個叫什麼 投影 投影 對那時候你們 對嗎你們有來 對 我有在 然後我們還有說 欸什麼時候你應該要有一個斷點啊 然後應該用什麼樣的語氣啊 表達的結構啊 對 講話的結構 那雖然是我們以私的角色 比較是跟你 有一個合作上 除了排練 對 作品表演以外的 合作互動 對 就也不是這麼正式的某一個什麼演出啊 或是什麼 就是比較是一個 協作啊 或是說去怎麼支持一個藝術家 可以在國際場合上這樣子 嗯 對 那你第一次什麼時候來試 哇 我有點忘了耶 一六一七 其實你從來沒來過吧 這是你第一次來 對 這是第一次來 因為要配合這錄影這樣 去哪裡 去哪裡 沒有吧 之前好像第一次 這個地方叫孤陵街小劇場 你知道嗎 哦 好像跟我想像不太一樣 煩耶 沒有啦 之前因為工作關係來過一次 在我們合作之前這樣 一兩次啊 就是因為 應該是外租的場地 然後來拍攝 做拍攝工作 也都是比如說舞蹈或是表演藝術 Tango的什麼 哦 所以蠻久以前 有 之前有很早期的時候 有一些Tango 或是Swing的團隊 會來這邊借場地 然後那時候就是幫他們拍點東西這樣 然後就來到這個 因為印象很深啊 因為他有點 啊 樓裝樓嘛 加成這樣 你說對這個空間印象很深 對對對空間印象 比較特別嘛 嗯 有這樣的配置這樣 所以就 有記住這個地方 所以對我們的工作人 沒有什麼印象 對 哈哈 那一定不是我值班 所以 17年 17年的時候 你們已經在 1617年了 我 啊 這個脈絡是這樣子 可能前幾集有講到 就是 詩是成立在2013年 然後一開始的名字叫做 哲子劇團 那哲子劇團 在 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呃 是由張哲龍先生一位舞台設計 然後以及那時候他有在做編導 那在 呃 2016年17年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這種他的不同的規劃 所以 就把呃 就是劇團 等於是請我跟另外一位夥伴 巡真 巡真他現在也不在私的團隊內 那 我們就一起經營這個團隊 對所以那時候 應該算是我們 接受經營管理了 嗯 對以團隊來說 但因為那時候 因為工作啦 就只是專注在 那個拍攝上面 所以 嗯 對人那時候還是陌生的 有啦 17年我就認識你了好不好 那就是在之前啦 我說來這地方啦 17年我跟你在嘉義認識的 沒錯 他那時候長得沒有那麼清秀 哈哈 這還叫清秀啊 他那時候是大概 我可以形容嗎 不行不行 哈哈哈哈 等一下哪有人自備道具 好好笑 剛剛把眼睛遮起來 你確定我不能形容一下好嗎 好啦 隨便 唉呦不要啦 他那時候是一個就是 武士頭 就是兩邊全部剃光 然後就綁了一個 就是武士頭這樣 哦 因為我那時候的髮型也是這樣 哈哈 所以那時候是在做 呃 嘉義藝術剪 然後我只是執行製作 然後你是 就是影像紀錄 對 當然我會對他有印象 很深刻的原因是 你就看到一個很高壯的人 然後 因為執行製作 我們有時候都要幫工作人 準備餐點 然後他就是在每個場地 這樣拍攝 然後紀錄 然後我拿著便當 他會說很帥氣的說 不不不沒關係 我先拍碗再吃 然後想說 哇這個人很認真 就是很老實 對 殊不知 喂 殊不知還是一樣 骨子底是一樣老實啦 對 哈哈哈 你可以把墨鏡摘掉了嗎 但在那之前 我們其實都一直沒有合作 對對沒錯 那是算第一次結束這樣 但之後有合作是 也是因為別的計畫 洗頭計畫 但洗頭計畫 張剛華 民運合合製作所 張剛華的洗頭計畫 其實也不是私 作為製作單位 但是他的前導發展期間 我們是透過跟文台會的合作 叫做在台應飛生活交流計畫 那只是洗頭計畫 是其中裡面的一個篇幅 然後後續發展成作品 在台北藝術節演出的時候 那時候的影像拍攝 跟整個影像的設計 其實都是邱志華 從那開始就 比較有機會來到 更多機會 在這個空間做排練這樣 對 因為以往過往 自己的工作 他比較 不是在排練室裡 跟誰排練這樣子 或是在自己的工作室 做自己的東西這樣 當然就是 從那開始就會 比較有機會 進到這個地方 但其實在那之後 然後我覺得 我的印象中是 志華他只要有 他的一些展覽 或是說 他的一些計畫 也都會分享 讓我們知道 然後 22跟23年的時候 他們兩個發起了 那個成為民影之前 其實也是他們主動 跟我們提說 有沒有機會 跟詩的場地 還有團隊有一些合作 你要不要講一講 為什麼你想要發起 我們已經跳到那一題了 其實我就說 我會跳來跳去 馬克順勢這樣吧 你為什麼要 控制我的主持順序 我剛才想到說 因為我是19年來歐 然後歐完之後 其實就遇到疫情了 就20 然後才有CPQ 又幫你給我 好那你再又拉回來 我們來 我們就幫獅子座的女孩 拉回來 來來來來 他想要拉回來 就給他 我的腦子想拉回來 我很努力 沒問題 我剛好先下班了 那個 來 那我就送我囉 我自己來 那個等一下就是命給他 因為後來就因為 就遇到疫情嘛 然後剛好那時候 你再幫我科普一下 這是21年的時候 私跟 算是國際夥伴 那個 Dance New Cliffs 新加坡 對Dance New Cliffs 他們有organize 一個 算是線上交流 共學的一個平台 一個線上共學平台 叫CPQ CPQ 對 然後 那時候那個計畫 基本上就是他們 那時候是幾個月 大概四個月的時間 然後邀請了八個藝術家 然後每個藝術家 會有一整週的 線上的工作坊 然後他們就是 亞洲區域包括 亞太區域包括澳洲地區也有 對 我們的合作方式是由 每個國際單位推薦 一至兩位藝術家參與 那 絲之編劇絲之道端 就是每一年都會推薦一位 一直到延續今年 打頭陣 對 他是打頭陣的代表 那第二年就是曾志偉 然後第三年是 李文浩 就今年這樣子 哦 然後那個平台 結束之後 我就一直覺得 因為那個平台的對話對象都 呃 不是台灣人嘛 就是 就是 對其他城市的一些藝術家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 哦這個對話我也很希望能在 台灣 或是跟我比較親近或熟悉的人 可以去分享那個過程中的 不管是收穫 或說還是持續的困惑 或是任何發現都好 所以就 那時候跟一凱跟絲這邊提說 可不可以在 絲劇場這個這個空間去 好像也是呃 辦了三場的 那算什麼講座嗎 座談跟工作方 交流會 比較像交流會 對 疫情還比較 還在一個高峰嗎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 有線上 然後也有 也有開放現場的觀眾 對 來辦這場活動這樣 主要是因為 結束了線上共學以後 我覺得那時候還蠻開心的是 由創作者或是藝術家 自己本人說我想要做什麼事情 而且這個什麼事情是一個經驗分享 然後我們都一直覺得 以私的角度來說 當藝術家他有自發性跟有自覺的想要去 製造這一些可能性的時候 我們當然都會還蠻希望就是去 support 去去讓這些事情可以發生 然後其實也是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以後後面幾屆的CPQ的學弟妹們 就是一夜就說學弟跑 就是也都有 有這樣子的一個習慣 希望可以分享 沒有啊我們就只有這個合作嗎 不只吧 沒有然後在22年就是那個啊 東南亞西別網絡 對22年他有參加東南亞西別網絡 性別網絡 那你可以繼續加 沒關係反正他就是那個啊 就是因為怕空著 東南亞性別網絡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說你是花瓶 是啊我可以嗎 我有資格當花瓶嗎 哈哈 你對著鏡頭說一次 你這個笑非常 非常失禮耶 沒有禮貌 你對著鏡頭說一次說我有資格當花瓶嗎 你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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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你要不要擺出一個那個啊 我不行啦 我不是那種的 拉回來東南亞性別網絡 對 那時候 你是什麼角色 我是facilitator 可以 我一直看他我都沒有講話 那時候是跟一位印尼的藝術家叫阿佑 然後主要是他在發展他的一個 也算是前期的概念 然後我其實基本上這個 作為這個協作者就是跟他 保持聯絡然後我們就是會有 線上視訊meeting然後可能 會有一些資料的 就像什麼丟結 對 討論這樣 然後去 我基本上就有點像是 第一手的聽眾觀眾 然後去看他 他現在那個概念發展到哪邊 然後提問一些就是還不清楚的問題啊 然後讓讓讓他在正在發展東西可以繼續 運作發展 或是繼續滾動 其實那個機制就是東南亞性別網絡 算是我們在2021年 一年二二年二三年都有進行的一個計畫 只是每一年他都有不太一樣的形態 因為依照著整個生態環境 二一年因為疫情高峰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全線上 那二二年的時候其實我們做了一個 就是線上以及實體的柱村 但是我們去擴大了所謂的柱村定義 也就是說每個城市我們聯動了新加坡 還有菲律賓馬尼拉還有台北三個城市 然後合作單位都會推薦一組到兩組的藝術家去媒合另外一個城市的協作者 就是Facilitator 他自己說Facilitator這個角色 對那這個協作的關係其實我們並不是要以導師制的方式來去所謂帶領藝術 新銳藝術家 而是創造不同城市之間的藝術家他們有不一樣的對話 然後進而在各自本身的一個藝術實踐也好 或是創作發展上 他們可以有不同思考上的一種交換 那時候都還蠻針對在性別也好或是身體上的一個議題 那一直到二三年二四年甚至明年 我們可能會進行這個東南亞之間的一個區域的一種國際交流發展 就會有不太一樣的面貌 因為我們覺得在整個生態環境它是一直在變動的 所以它不會是永遠都是只有一種形態去跟大家進行合作 對那那時候其實也是 我們就看王寧從19年的梅田鴻鳴的計畫 然後20年21年然後慢慢到22年 一開始有一些不同的質變了 所以就會想要邀請她擔任不一樣的角色 比如說只是單純的表演者的一個這樣的角色 然後一直到她可以怎麼去經驗分享 然後一直到她怎麼再去跟別人進行互動 然後再經驗分享 其實這一路以來也是跟你自己本身想要的實踐有關係啊 新點子實驗場 新點子實驗場 對那明年2024年她在新點子實驗場會有她的演出 對那我覺得是售票的演出 對售票的演出 作品名稱暫定叫運動提案 帽號戲 帽號戲 要有帽號而且是大寫的喔 不是小寫的她很堅持 哈哈哈哈 但蠻好的是因為她其實在這一路都有這個 就是那個身份角色好像一路都不太一樣 然後一直到二三是今年嗎 今年六月的這個作品其實基本上就是 回到一個創作者或是整個計畫的作品的主要的主持人 對啊去決定作品然後跟設計們討論 對啊但是也有說想要再去跟不同的世代有一些對話 對那個就是往明年 明年去發展再想明年的作品正式演出 以前可能也會想要organize一些工作工作方 我覺得我一直在好奇的是就是 到底我們認知道的舞蹈是什麼 那舞蹈還能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一直是在不同階段做作品的時候 一直 我覺得會一直問我自己的吧 就是邊做也會邊在想 然後也會想要把每一個階段不同 我可能定義我自己的身體 定義舞蹈的這些東西去跟 不管是不同年齡層或說不同領域 不同背景的人去分享 或者說甚至是討論 甚至是有一些也會期待 有一些不在我意料之外的一些火花 在這些交流中可以發現發生的 所以其實某程度就是你也慢慢一直在 讓你自己可以是成為一個經驗分享者也好 又或者是說去跟更多人對話 因為以舞者或是舞蹈身體工作者來說 很多的實踐都是透過身體 但你其實期待的除了身體以外 他還有更多的是 不論是討論性的交流性的思考交換性的對不對 對啊 我可能會講話 謝謝春展喔 但你是怎麼認識邱志華的 以你知道的我怎麼認識他是因為楊世豪嗎 是嗎 是 我們沒有想要 我這一些節目都沒有邀楊世豪耶 怎麼辦 那我跟我們去十年代 楊世豪的企劃認識 可惡 我就是不想要再讓他現身啊 結果他就要在現身在這 因為我們會認識因為那個嗯嗯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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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蛋黃的 這個蛋黃的那個 亞洲大人魚我的那個 方面 offs pawee的那個 老奶奶啦 пре près的 沒有但我們這一開始認識是 2017年然後因為我 也是那一年 對差不多 因爲我那時候參與一個 那時候還在北ensive 研究所念書然後那時候 參與一個研究生的壁志 ok 然後那個 那個研究生他想說 然後拍類似一些 畢製的簽到片嘛 宣傳片 然後就找志華來拍 然後我們那時候認識這樣 但沒有很熟 一點都不熟 什麼 原因就是你們認識但是隔了一陣子之後 然後又開始展開合作關係 是因為那個 亞洲打人秀那一個男子 對啊還不是撕著 是我的問題 丟回來 啊我想起來因為 轉回現場 還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 釋豪在發展 啊不是講錯那個名字了 逼逼要把他逼掉 好那個大樊那個那個人啊他 因為在做 新人新視野 就是after這作品的前身 拆解馬戲身體語彙然後再找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從影像 從舞蹈 從身體工作然後 進而開始跟大家有一些聯動 所以我就是有點像是Alan是覺得志華不錯然後 王寧其實也是一直有在合作然後也很不錯 你以為我要說很不錯嗎 甩得太快 我沒筆 拆命不對 然後怎麼去 其實也都還在實驗階段然後大家怎麼一起去交換那個經驗然後都各做很多的嘗試 然後比如說志華在 第二階段還有王寧在第二階段跟他的 新人新視野的第三階段都有一時不停的給 不同的 討論 討論然後甚至是一些素材的產出 即便最後這after這作品 周志華就是 沒有他的影像作品然後他 據我所知他應該哭了三四個晚上 兩天而已 兩天而已 沒有你算亂講了幹話 對但是因為在不同的階段其實就會 打大家去做 鬥臭啦 所以在那個時候你們才開始比較熟 因為應該說17年就真的是表演者的 認識 然後就覺得那時候很瞧不起他這樣子 冤枉啊 哎呀怎麼好像 綁 綁你包青天啦 對我沒有東西拍 給他一個月亮 給他一個月亮 應該 然後到那個 他的作品的時候比較是 雖然那個作品也不是我的作品 但相較於 相較起來比較是用一種共創或是 有參與創作的 角色 關係 認識志華 那時候才比較有 對多一些認識 但是你們 自己現在也有在開展一個計畫 對不對 我說就除了那個 成為迷影之前這個計畫 對 哦對 對啊 你要講一下嗎 因為這個影片可能11月會上線 你也可能也可以宣傳一下 宣傳了是不是 哦 他從來一說起 簡單說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 我有一個 跟身體跟影像的 創作計畫 正在醞釀 然後那時候 就想邀請 總之想邀請一位影像 創作者然後剛好 差不多時間認識志華 然後覺得 之間的討論跟 譬如說他對身體的 或說對舞蹈的一些 想像啊 或說實作啊 其實我相對對影像的 閱讀 我自己覺得算是少的 我覺得可能這也是為什麼 後來我們會 決定要 那個成為迷影的 某部分原因 就是 試著讓 成為迷影這個每一個月一次的 放電影的這樣子的場合 然後我們可能邀請 認識不認識 的人來 然後 在電影放完之後我們可以有 一點點的 討論 其實也就是他們 我覺得 現在大家所謂的跨領域好了啦 我其實有時候不是這麼愛用這個詞 但是 就是在不同的專業 大家彼此去做交流 那現在的藝術形式跟形態 我覺得有很多可以 表現的方式 他不是只有 單純一種樣貌 那我覺得在這麼多不同的媒材之間 其實是需要 多一點的認識 然後跟理解以後才有辦法一起工作 那只是兩位在這個成為迷影之前的這個計劃 我覺得也是想要 試著去 普及或是推廣給 大家 或者大家可能是 有在從事 影像也好啊 身體工作者的也好的大家 至少有一個事件一個場合 然後透過某一個 作品 他翻譯結束以後然後來討論 他也是回到王妮剛剛在講的那種經驗分享啊 或是說經驗的一個 交流思想上的 思想上的交流 但是你還是沒有講到你們的 1月要做的事啊 1月我們會organize 一個四天的密集的 我自己說是開放工作室 然後我覺得那個開放工作室比較像是 他不是真的 那種工作坊要去代課 的形式 而是 我們在 1月以前就是接下來這 10、11、12月會有 一些排練或是一些工作討論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會透過一些實作去 好奇那個 我一直覺得 我腦袋中在想的 我覺得我想要嘗試的那個影像 或舞蹈影像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那它的是什麼 那甚至是 我覺得在那個計劃裡面我尤其是好奇就是 身體這個舞者或是表演者跟 長進的這個人或是跟相機 持相機的這個人之間的 關係 因為我覺得那個關係某部分對我來說也是 跟很 很全力 有關的就是到底怎麼 這兩個角色這兩個人怎麼移動 那在 觀眾在看到這個被拍攝 成品或是影像 之後那對觀眾來說他 又怎麼從 這個影像再去閱讀他 對對對 所以你說那個權力有可能 比如說當你要擺這個姿勢的時候 可能邱志華就會鬧你 他故意只拍你的這隻手 然後不拍你的臉 我覺得太棒了 哈哈哈 沒有這確實喔 確實就是 你提到這個權力關係啊 你想要怎麼去展現你的身體 可是鏡頭怎麼去 捕捉也好 他們 彼此之間一定還是需要一些理解嘛 對 還沒講 所以就是 之後那1月的這個 這個開放工作室 開放工作室我覺得就是把 這三個月我們發現的東西 然後會 設計一些活動 設計一些 現在還不知道是什麼 的東西 然後再邀請 邀請參與者來 然後 一起共同在這個 場合裡面或是世界裡面去 互動 或是找一些可能性 等的就是你 忙便宣傳片 報音了啦 嚇到 天啊這什麼綜藝梗啊 我天啊 剛才節目看太多 天啊 請問你是不是跟那個 壓相處太久了 那個大盤表演者 他的那個感覺比較帥 我這個比較 他又很帥啊 不要再說他帥了 我不是說他帥 我不是說他 就是會覺得他這樣很帥 哈哈 這一段一定要放進去 我是以為很帥 對 那我想要你講講看 成為迷影之前這一系列的活動 你們總共辦幾次 哇 有10次有吧 超過吧 去年從 5月到12月吧 就每個月一次 然後今年從 今年大概從3月是不是 3月 3月 3月到12月 對因為這個合作關係就是 他們完全自己選片 然後 志華跟王寧惠跟 就是來參加大家去 看完影片以後然後有些討論 但我沒有參加很多次 我只有參加兩三 兩兩兩三次 可以可以可以 夠了 但那個私的角色就是覺得 兩位對於這樣的計劃都非常清晰 所以我們就是 完全場地支持 就讓他們去 運作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但你要不要講一講 就是在成為迷影之前這個計劃 其實被什麼樣的事件感召 比如說是有什麼神光降臨啊 還是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是這樣就是 這來自於 因為平常自己喜歡看電影嘛 然後其實都還是希望自己可以維持在 每天或是每一周都可以看大量的影像作品這樣子 然後持續 不管是舊的經典的也好 或是新的片也好 但你知道電影看不完也很難 就像我們現在戲都看不完好累 對 就像就是還是要 逼自己持續有一些東西可以進來這樣 然後那時候其實也 補充一下剛剛跟王寧說的 就是說我們 試著在討論的過程中 也討論到 他對身體的想法 我對身體的想法 我對影像的想法 他對影像的想法 所以有些交流 然後想要開始嘗試一些合作的可能性 但是我們也有 那時候也都有個共識就是 因為我們也不想這麼快做生產 然後我們只是想慢慢慢慢推進我們自己對於自己領域的一些建立跟想法 所以 我就想說那我們來看一起來看一些東西 因為看一些東西然後可以針對 影像作品做一些討論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那個過程 所以 所以 一開始就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一起看不如 找大家一起看 所以就 有一個公開放映的一個想法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有一個這樣的 想法 不要這麼急著做創作 然後可以 在這過程中多看一些作品 然後做一些討論 這樣 所以後來才有一個 這樣的機會 那一開始就提供了 這樣的場地給我們 然後就可以 開始讓我們有 這兩年有一個定期 可以放映 然後讓大家可以一起參與的活動 那 這個活動之前 其實也 當然是累積了很多 我自己 關於 影像也好 或是跟身體有關影像的 的觀察 可以討論 所以那時候就蠻多是來自於 我之前參與的 藝術節嗎 對 算舞蹈影像節 舞蹈影像節 對然後在亞洲最大 最久大概就是 香港的跳格嘛 然後再來就是 這五六年 後續延伸出來的 澳門的 roll out roll out 對就這兩個 舞蹈影像展 影像節這樣子 然後 他們又 以不同的形式跟方法 邀請了不同 創作者 在這樣的影像節 做一個 平台的討論 嗯 做放映啦 然後討論 然後他當然也有 commission啊 也有各種 workshop 這樣參與這樣 試圖提供不同的角度啊 關於影像跟身體之間的想法 是不是還有就是 做一些配對的 設計然後讓大家可以去 做一些實驗 對因為那是在澳門的時候 對然後在澳門因為他 城市小嘛 然後他也想要 生產一些關於 澳門本地的一些作品 所以他那時候就找了 應該有五六七個國外的藝術家 五個吧 然後 跟五個澳門本土的藝術家 那那個領域都各有的有 身體工作坊有音樂的有 影像的都有 然後你是其中一位 我是其中一位 然後那時候就有跟澳門的 做聲音的朋友一起 一起合作 通常就是就是要國際知名度夠的 才有辦法受邀啦 所以他就是國際等級的 這種影像工作者 還可以 也沒有啦 對就是找一些 有趣好玩的 東西然後在澳門的地方 跟城市跟在地有關係 這也是其實 我覺得邱志華長期有在關注跟 聚焦的一個面向 對那我就也是跟 思我們 某一些 關心的 跟關注的議題有一些連結 所以才會有時候 找他一起 或者說也想要就是可以去 去支持他的一些這樣的計劃 然後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這一類的 內容 其實邱志華有一篇文章是放在 劇事製造端的觀望 他是把他整個脈絡給 做一些梳理跟梳寫 因為那時候聽到他說的時候就覺得 這一塊資訊其實 普遍並不是這麼多人知道的 但他其實在 在某一個時間點的藝術發展 其實是有 一定的 份量在的 特別是澳門香港 跟台灣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他是 這幾年整個政治局勢也好 或者說整個世界 不管是疫情啊 或什麼的都有很大的改變 那其實我從2015年之後就 就幾乎每年吧 大概只有一年沒有參與到 香港的跳格 包括今年 也才剛從這邊回來 所以 所以他其實每年都有觀察 然後那個流變也都很不一樣 澳門當然也是 因為策展人都是朋友嘛 蠻好的朋友 然後我們也都有 緊密的聯繫 所以 也大概知道他們是什麼樣想法去 開始創作 然後在 創造這個平台然後在每一年 做一些不同的推進 你會想在台灣做這樣的平台嗎 或是你能不能許願一下 有誰可以跟你一起做這個平台 其實在台灣有 不同 其實陸陸續續這幾年都有一些 不同的夥伴 其實也都認識嘛 不同的夥伴 然後在 自己的角色上 然後做努力 那當然 有這樣的平台 不是很容易 因為他需要龐大資源跟 行政團隊 去組織去推展 這樣 所以我不確定 對我來說 合不合適 但是 我覺得成為民營的方式 就是某一種 就是我對於某種 影像的想像 我除了 典型的 關於身體的影像之外 我可以怎麼找這些實驗的 或記錄的 或是劇情的 怎麼樣在這中間找到 說梳理到我對身體的看法跟想像 所以他 我那些選片也都會 扣合這個我對身體的關係 所以 他其實 某種程度也是我對身體的另外一種實踐方法 不一定是創作 而是 對於這整個計劃 對這個整個計劃 然後當然 王寧他也會站一個重要角色 就是說 我除了我的看法之外 他怎麼樣從他身體去做切入 對於一個舞者 對一個編舞 他怎麼樣去觀察 所以那個後面 放映他作為一個行動也好 但是後面那個討論 對來說意義更重要 更實在一些 對 所以其實不一定是真的我們要去做一個什麼藝術節 或者說做一個什麼樣的大型的平台 因為我覺得剛剛初次華講到了某一個重點在 背後支持的資源也好 或是說行政作業 他其實是相當龐大的 但每一個人其實是可以透過自己小小的一些行動 然後去 不停的去 交換經驗 想法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整個藝術文化生態領域 我覺得相當 珍貴的一件事 對那只是有沒有那樣子的一種自發跟能動性 對那我們有沒有機會把這個平台可以組織起來 或是 因為平台建構其實很重要 因為他會讓那個在地的人 他有一個發生的空間 那有發生空間大家就有動力持續去做創作這樣子 我覺得這句話很適合被quote起來 平台的建構很重要 就是 這也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當今整個表演藝術也好 或是說藝術文化發展 我們怎麼去思考平台的定義 那 餘司部門也好 或是工部門也好 民間單位也好 這個平台的定義角色 他怎麼再去發揮跟擴展 只是兩位創作者都有提到他的 對他們來說的重要性是什麼 那這個 支持以外除了平台的支持 那 往上一層的關係怎麼去支持平台 這我覺得他會需要很多 思考跟可能性 可能會需要有更多的 資源跟不同的面向進入 這樣子 好喔 我覺得好像差不多了 對啊因為其實我們聊的蠻多 不管是對於在國際上的經驗也好 或是對於平台上的想像 甚至是 在平台上的定位 對於創作者也好 怎麼去思考這樣子的一種需求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大家也在 實踐某一種經驗上的交換 跟思想上的交換 好喔謝謝兩位 感謝感謝 要打圍板吧 自己的 照顧